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做inscape一个logo的绘制 这个logo其实也就是我在路上走着走着 如果看到一些什么样的 奏品啊,那我觉得不错,那我来教一下,顺便围绕这个奏品 你可能有某些概念跟某些部分你刚好可以学到的,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概念 好,那首先呢,我们这个部分有几个,就是这个基本上是渐程,圆形的渐程 我们会教一下你圆形的渐程,就是圆形渐程很老用,透过我们这样的教学过程练习看看 第二个是怎么样形成这个方块,很规律的方块,那在特效上我们也可以使用,大概就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个就取消了,我们来开始 那在教之前呢,我们现在谈一下什么叫做圆形的一个 假设这个圆形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圆形啊 那我们有边框,那中间的那个填充是色为0,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啊,这个地方是这个啊,这个地方是所谓的填充啊 这个边框样式啊,在填充的地方,各位可以看到中间这几个,这个是渐程的部分 东东,渐程就出来了 好,基本上渐程就出来了,你看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研究一下这个 渐程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从中心点而来的渐程,放射渐程啊 这个地方是黑,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 这样子啊,好,我们先不用管 你怎么调整颜色,你会调整吗 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啊,就是这样子 你也可以这样子,另一个东西呢,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地方点一下 好,点一下,对不对啊,然后他这个是在 渐程在这个地方,你再按一下这边是渐程 按这个地方干嘛 会有这个东西出来 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用啊 好,我们现在看这个颜色,假设我们已经把它弄成红色好不好 这个地方拉到这个地方,红色,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红色 那这个地方黑色不好,我们把它 点这个,就是到这里来的,看到没有啊,这里来了啊 把它拉到白色 然后呢,透明度呢,跟它拉到 0,不透明,可以看到从白色 从红色到白色,然后不透明 基本上就会是一个这样子 它形成的一个 状况就是这样子,好 那我们再随便找个地方点一下 哦哦,点一下,不见了,对吧 正常的操作是这样,这个是选 这个是选取嘛,我选取他 然后再按这个 建成工具 你刚才建成这个工具就出来了,好 然后再过来,我们来看看拉这个东西,这个地方会形成90度 你看拉 有没有看到,它不断的变大,不断的变大,不断的变变变变变变,有没有看到 好 换句话说,从这里是0,红色 到白色,这个地方 你看它就会是这样子 你如果再往这边拉 再往这边拉,有没有 就会变成这样子 OK 那这两个是可以拉的,有没有 这两个是可以拉的,好,就会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要的话,其实是这边点一下 这边在 shift点一下 两个同时都选起来的,等下拉的时候会同时移动 你如果在按ctrl键,你在拉的时候是水平 是水平 或是垂直,就会比较稳 好 就不会歪来歪去 那你没关系,但是你看这个就是90度 好 所以你看到就会是这样子,好 那 按一下,不见了 再按这个地方 那我现在如果单纯的只弄这边,各位看着,有没有看到 好 这个地方这样拉,然后这个地方拉,拉进来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变成一个躲圆形的 因为你就红 这边是红,然后到这个地方是 已经是透明的白 这个地方就是透明的,懂吗 你看他就是这样,这边到这边 这边到这边,这边到这边 这边以后都是透明的白 这边是红,所以你看这样拉起来就会变成是一个 好像锥形状的 那如果这个地方在 圆框框 这个地方在圆框框,有没有 他这个圆就会比较向圆 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我如果中间还在加一个,可不可以,可以按这个地方 中间加一个 有没有中间加一个 那我们就可以说,中间我要挑 我们先按这个 这个没有 颜色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颜色把它 按右键 全选,然后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 中间这个地方的颜色,再把它贴上去 对 全选 然后再把它贴上 这样颜色才会一致 只是说我们中间这边呢,我们的透明度可能是 拉到 达到 75好了 换句话说,从这里到这里是75 这里是75 到0,有没有 75到0,那颜色是一样 他就会变成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你按这个地方呢,预设值在中间,你也可以调这里 你也可以调,没问题 你也可以调这里,两边都一致 就看看你怎么调 换句话说,从这里到这里是75,这边75到这边是0 你如果在往里面拉,有没有 你如果在往里面拉 到这个地方0,那0的这边,一律都是0 那就会是形成一个颜色 希望这样子,你会操作一个 一个这个 所谓的建成的这个 放射状的建成,这是第一个概念 好,那第二个概念是这样子 假设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一次呢,又是一个 一样,然后建成,我们就随便用一个,用这个建成好了 好,两个建成,你看 这边是一个建成,这边是一个建成 是不是这样子,两个不同的建成 那我们的一个状况,我们现在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子 这是我们今天要碰到的状况 我们先假设,这边是个圆 再假设这边是个矩形 然后我们把这个圆跟矩形的把他选起来 然后把他 路径的地方把他结合 是结合,不是相加 是结合 结合跟相加概念,我讲过 相加是面积,相加结合只是两个人 逻辑概念的结合 没看到 这两个结合,你点他 他就会一个矩形的框框出来 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如果做建成,什么意思呢 看到没有 他其实是一个这个矩形框 矩形的框框为核心,从这个地方开始发散,有没有 但是 只有被 选出来的地方才有颜色,就是这样子而已,懂吗 就说他是 以矩形为主,从这边开始 想像这个嘛,从这里开始然后发散 只是说现在就是有 有 路径的地方才会颜色出来,没有路径的地方他不跑颜色,只是我们相加之后 如果要再做 如果要再做所谓的 这个你看一下 没有 如果要再做所谓的建成,他的一个 基本原则就是这样子 看到没有 就是以这个为核心,然后以这个矩形为核心 然后就是这样在跑 但是极有 路径的地方会跑出来,这样懂吗 我们基本上 先让各位了解 要做之前两个基本上的核心概念 就是一个这样子,就是你会不会操作建成 然后呢 当你有两 好几个物件相加的时候,那所谓的建成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样懂了吗 那这个都懂了之后呢,我们再来做 今天我们要做的部分 先拉出来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矩形 矩形 那个边框有了,然后中间是 中间是没有填充的 这个矩形 然后这次我们要用什么 这个特效 我们找到一个特效,这个特效就是这个铺牌 其实铺牌 我们在很多地方也讲过了 各位看到没有,三类三藍 这个呢其实是 这个我之前有空再讲好不好,这个其实是变化了 这个牌类的变化,先不管三类三藍 你看 四类 有没有看到 好 对不对,四类六藍就是这样 这x,你拉看看就知道 这个地方出来了 Y,你也给大家看看,它就会出来 最好27都一样 这样规律才会出来 有没有,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然后再过来 各位,这个地方是个特效 它在特效,对不对 我们常讲过了,一定要把特效转成路径 变成路径,你看特效不见了 换句话说 它现在就变成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样子 其实你看这个路径有没有,96路径 这是很多很多 矩形 但是我们把它结合成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看到没有,很多矩形,我们把它结合成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做的时候还记不记得 它就会以这个 这个矩形的框为主 因为我们是很多矩形嘛,把它结合起来 以这个框 矩形的框为主 好,那我们先点这个 点这个 然后一样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颜色的填充 你如果没有这一个,按这边 按物件 是涂层还是物件 是 物件 这边 填充于边框按下去 这个地方就会出来了 你当然也可以在这边找 填充于边框这个地方 好,我们现在按这一个 跑出来了 好,先跑出来了 然后我们先把颜色调一下 调个红色 红色 没有,变红色了 然后 这一个呢 跟它调成白色 希望你会调这个 拉到这边,这边是白色 这边是黑色 这边是白色 这边是红色 拉到白色的地方 透明度变成0 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个样子 各位你也可以按这边 有没有 这个就出来了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调 可以把它调 调调就这样 首先是这样子 我们先把它拉到这边来 可不可以 拉到这边来 我把它放小一下 拉到这边来 然后这边呢 可以往这边拉 拉拉拉 没看到 我的颜色就是从0 从100到0 颜色逐渐变化 然后这个地方呢 往上拉 你如果往上拉 就发现 这个地方慢慢颜色就上去了 慢慢颜色就上去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一个颜色 就会是这样子 那当然你如果要更多的颜色 这个就把它拉得更远一点 因为从这边是100 这边是0 所以这边可能40 或多少 这样就会 出来啊 好 就会是这样子 这是第1个 然后第2个呢 我们一样Ctrl D 是复制对不对 复制 复制一个了 然后呢 这边是复制一个了 然后再按这个 好 这一次我们要改了 这次我们要改了 先按这里 先按这里 中间这里 对不对 这一次呢 我们跟它拉到这边来 对不对 改成黄色 有没有 就出来了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好长 绕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可以绕了 这个其实没什么差别 现在电脑跑不动啊 希望你看得懂啊 好就会是这样子 好这个再往这边拉 往这边拉 它就会黄 有没有 这里是 这里是100 这里是0 这边会黄一点 然后这边再 往里面小一点 好就两个颜色了 然后当然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个 这个地方往这边拉一下 比较漂亮一点 稍微拉 好这样黄色就出来了 这边是红 这边是黄 那你再做另外一个 烟红色的 就刚才那个样子就出来 我们做两个就好了 好不好 让你理解 这样子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这边是两个 这边是两个 其实两个 两个我只把它加在一起 这样看到没有 这是黄色的 有没有 黄色所形成 那个圆的 这个是红色的所形成的 你如果两个把它 把它跌在一起 会不会跌 那不然你也可以这样 点它 再点它 shift 点起来 好不好 那这个地方 这个这样对齐 我们以页面来对齐 好不好 两个都居中 左右居中 上下居中 也可以对了起来 就变成我们今天 要教你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基本上 要跟你讲的是 都讲过了 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一个 主要是这个 建成 尤其是这种放射性的建成的了解 还有说你怎么去把它过程铺牌 基本上铺牌 那你铺牌 把它相加 你铺牌 一堆铺牌相加起来之后 记得它的建成的泡 是以这个 矩形 它最后整个矩形 整个你结合起来的矩形 为计算的标准 大概就是今天让你理解 这样子的一个 状况 拉大一点 这样等一下我们做封面就会做得比较好 今天要处理的封面 好 就会是这样子 好那么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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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